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月薪的支持 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频道叫你好八卦 将会以全新的视角为您报道更多更爆的娱乐新闻 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并关注订阅我们 46岁的蔡少芬终于产下第三胎 这一胎是个儿子 将近一路陪同进入产房 亲手简断期待 已经生过三个孩子的蔡少芬的面对媒体采访 依然非常激动 她说一开始的时候很吃惊 又要重新学习带小宝宝 但是看到小宝宝的时候 就感动得是眼泪盈眶 同时蔡少芬公布了宝宝重达期间 还不忘趁机给自己宣传 有工作记得找他 天哪才睡完宝宝就想要付出工作 蔡少芬太拼了有没有 第三个宝宝名字叫张乐儿 看来她的到来给张静 蔡少芬一家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又一次当父亲的张静说了 他非常开心 他认为不会再有宝宝了 面对节育这个问题 再次当爸爸的张静也有话说 我们当然非常开心了 我们一直没有想过会再有宝宝 所以真的要疯度 不然就我风度 这夫妻两人随时随地都在撒恩爱的狗聊 蔡少芬张静两个人虽然没有刻意的追求生儿子 但是第三胎男宝宝的到来 让他们完成了儿女双全的梦想 不得不说蔡少芬是一个传奇的女子 2008年和张静结婚 当时很多人都质疑这对女强男弱的组合 蔡少芬不畏流言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了经营家庭 而没有后顾之忧的张静全力在娱乐圈打拼 如今张静也是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武打演员 蔡少芬被称为是炫富狂魔 是因为他随时随地都在夸奖张静的好 而张静也是时刻关心蔡少芬 蔡少芬快要生产的时候身体特别不舒服 张静甚至停下工作来陪伴蔡少芬 还搞怪逗蔡少芬开心 张静和蔡少芬一路恩爱走来 面对圈内外各种诱惑 两个人都秉持初心 从来不到什么绯闻流言 很多人说他们两口子拼三胎 是为了要一个儿子 但是从蔡少芬日常照顾两个女儿 非常细心来看 还是因为特别爱张静 才冒着高龄产子的风险生下这个宝宝 蔡少芬的原生家庭没有给她带来幸福 但是幸运的是她找到了张静 有了自己幸福温馨的家庭 从她现在开心的笑容里面 我们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幸福 恭喜张静蔡少芬喜获林儿 一家五口健康快乐 四年前呢 蔡少芬和张静上鲁游有约时说 身体机能很适合生小孩 要为张静生个大胖小子 蔡少芬果然没食言啊 蔡少芬婚后 前后呢 就是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虽有先进在手 并没有满足 今年6月28号 张静晒出两人对话视频 别致的宣布蔡少芬还上三胎 说起来呢 1973年出生的蔡少芬 今年已经46岁了 实打实的高龄产妇 为了顺利迎接三宝带来 自怀孕之后 娘娘就减少了工作量 养家重任扛在老公张静身上 而暖男张静呢 也是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两个字 贴心 在综艺节目 我最爱的女人们里啊 蔡少芬婆婆暗戳戳地表达了自己心里 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 2003年 蔡少芬张静拍摄水月冬天时相恋 当时两个人身份地位差距悬殊 一位是知名港姐 一个是内地名不见经状的穷小子 张静在记者的笔下呢 被赤裸裸地写成了吃软饭 作为南方妈妈一直为儿子暗自委屈 蔡少芬听到之后非常尴尬 不知道怎么回答 张静立马就出马为老婆姐妹 当时呢必须这么写才会有人看 安慰妈妈这种新闻过了就过了 谁会放在心上呢 很多啊女强男弱的婚姻都以失败告终 而蔡少芬张静则成了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 互相扶持事业爱情节节高 曾经跟公司解约的张静呢 因为缺少迷气 北嫖生活非常辛苦 她要像个新人一样 爱个儿的剧组投简历 蔡少芬呢一直陪在张静的左右 在她事业低谷的时候 给予安慰 正是在爱人的鼓励下 张静才从当年不配拥有姓名的替身 逆袭成了金马影帝 蔡少芬是真的旺夫吗 想起她在采访中说过了一段话 如果你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女人 把家庭照顾得好 把老公也服侍得好 让老公很安心的去面对工作 那这样呢夸我的话呢 我会很开心 但如果你说旺夫 如果不是她自己努力 她自己发愤图强 那运气来了也没有用 但是因为她的努力 让她在机会来时能够抓住 所以她可以发挥所长 观众也喜欢她 所有功劳其实都归她 不应该归我 但能归我的只有一样东西 那就是我陪她经历过很多风雨 这是我和她不一般的关系 所以你说我旺夫啊 我觉得我并不是 我只是尽力把家里的东西弄好 让她很专心的工作 让她去面对外面的风雨 正如蔡绍芬所说 最好的爱情是互相支撑 互相兜底 以及互相成全啊 最后呢再次恭喜娘娘 然而现在事业有成 婚姻美满的蔡绍芬 早年的生活却很心酸 她自有父母离异 和哥哥母亲一起生活 但母亲却好赌 生活的重担 使她很早就出道了 也许是过早地 尝现了人间的冷暖 使她变得善解人意 乐观积极 本不被世人看好的一段婚姻 却被经营得让人羡慕 张静和蔡绍芬 这也成了模范夫妻的代表 时常许问爱 有人说过 成长于破碎的原生家庭 却有健全的人格 这样的人不是内心 极为坚定 就是很聪慧 在综艺节目 《我最爱的女人》里 蔡绍芬展现出来的 就是正能量的本身 婆媳矛盾几乎没有 和朋友处得也很融洽 欲试不抱怨 懂得感恩 看着一家五口的全家福 真是圆满的美好 就像当年张静在领奖台上的动情的表示 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太太蔡绍芬 对 我的太太是蔡绍芬 就是有人说啊 我这一辈子都会要靠她 我可以告诉大家 没错 我这辈子的幸福啊 就是要靠她 我谢谢她一起陪我走过所有的艰难 然后呢 在我最低谷的时候 我很不好的态度 跟她说 我说只有你一个人欣赏我有什么用 今天谢谢你们颁发给我这个鼓励 让大家知道 除了我太太 还有其他人欣赏我 我们结婚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要风与同路 风与我们有 希望还有更多的风景 我们一起去同路 蔡绍芬和张静的结婚 当年呢 就没有多少人看好他们 毕竟一个是TPB的昔日花旦 一个是18线外的五数小生 光是这个旋鼠啊 足以将他们的距离拉得有多么远 就那么远了 不知道应该还说蔡绍芬很有眼光呢 还是说张静足够的勇气 反正张静的成功啊 离不开背后这个女人蔡绍芬 蔡绍芬与张静结婚之后 生下两个女儿 蔡绍芬在很多场合 也都表示希望可以和张静生个儿子 张静非常贴心的回答 我不需要一男孩子 你生女儿 我开心一点 张静还给了蔡绍芬一个牵手的动作 这轻轻的一握啊 包含着浓浓的爱意 一脉单纯的张静想要个儿子 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不过张静也知道蔡绍芬年纪大了 已经为自己生下了张静儿 张楚儿 怎么忍心蔡绍芬冒着高龄产子的危险呢 但是蔡绍芬想生儿子的决心呢 不只是因为重男轻女 看到张静带孩子的时候啊 左边一个女儿 右边一个女儿 这都是前世的小情人 无论是谁啊 都一样的宠着 女儿真的挺好的 前几个月呢 蔡绍芬张静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视频 视频中张静和蔡绍芬一会儿 愿意一会儿重庆化 也不知道说的啥 反正张静问道 你肚子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人呢 蔡绍芬毫不犹豫地说出 是的 哦原来蔡绍芬第三次怀孕 时间过得真快 今天张静宣布蔡绍芬三胎生胎喜讯 11月15号母子平安 欢迎张灯儿来到张家 我们平安回家了 张静还晒出了一家五口玄家福 另一张照片呢 是夫妻俩握着婴儿的小手 很是温馨幸福 还有很多高龄女人 拼生恩胎 还被很多人取笑 为什么呢 一来啊 这样拼生很是危险 产妇年纪大 孩子有没有受到影响 也很难说 再说了 这多多少少就是重男轻女 或者是重女轻男的成分 蔡绍芬与张静呢 却迎来大家的祝福 为什么 因为蔡绍芬与张静 那是真正恩爱的夫妻 他们也不需要通过孩子来 担住彼此 什么是真正幸福的家庭呢 互相理解 彼此爱护 这种情况下呢 儿女双全不过是锦上添花 可太多的夫妻啊 反而将婚姻不幸福 归咎于家里 没有孩子或者没有儿子 瞧瞧张静蔡绍芬吧 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生活对我们并不总是友善的 我们会感到失望 沮丧 甚至无助 但是生活的各种困难 有时也是一笔财富 这些困难呢 磨砺了我们坚强的毅力 让我们拥有一颗宽容的心 学会原谅 学会带着一颗乐观的心 继续前行 守得云开 见月明 如今的蔡绍芬 让我们看到了 生活向阳 能生长的一面 祝福他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呢 不管自己的人生家庭什么样 都能保持一颗坚韧而向善的心 要留下一个 坚强的心 真的 你就不想吃 我 如果我们下一个